哈囉 今天要做的是DIY塑形膏 所需要的材料有肺子粉 膠水 壓克力顏料 玻璃罐 還有攪拌棒 塑形膏調製比例為一份壓克力顏料 一份肺子粉 再加上二分之一的膠水 加完以後 用攪拌棒 將壓克力顏料肺子粉 還有膠水均勻的攪拌 拿出銅片型板 並用紙膠帶 將四方固定在紙張上面 將塑形膏抹在銅片上 拿一張塑膠卡 均勻的將膏抹開 均勻抹開以後 將紙膠帶撕下 輕輕的將銅片拿起 鏡頭前看可能不是很明顯 但仔細看 它的字體都暈開了 鏡看就更明顯 其實它邊邊都已經暈開來 那我們可以多加一點肺子粉 增加它的凝固性 在原本的塑形膏裡面 多添加一點肺子粉 然後再將它攪拌均勻 步驟呢 其實就跟之前一樣 將塑形膏抹在銅片上 再用塑膠卡片 將膏均勻的抹開 輕輕的將固定的紙膠帶撕開 使用過後的銅片要儘快浸泡在水裡 因為塑形膏 其實它還是有膠水的成分 如果你久了久了止不清 其實它很容易阻塞 兩張比較後 發現第二次做的其實邊緣比較銳利化 字體也比較明顯 接下來拿出吹風機 幫它吹乾 或是你也可以等它自然風乾 DIY塑形膏其實可以運用在像卡片 或者是布料上面 都會有不錯的效果